再来看一个也是跟医学和政治都相关的话题 就是南韩的医疗改革 当2月提出的时候引起了南韩医界的罢工潮 而这个医疗改革是希望从明年开始扩招医学院学生 那造成了很多很多社会震荡 首尔五大医院日前宣布要增加休诊日 扩大影响病患看诊和手术 南韩政府呢声称愿意跟医界对话 但是一方面呢 医学院扩大招生是持续不断 最新消息是南韩全国有32所医学大学 多数都提交了明年的招生人数 预估呢会比现在的招生再多出1500人左右 那么恐怕呢会激怒原来就不愿意让步 而且坚决反对扩招的大韩医师学会 新人会长带领医界应该会进行更强异的对抗行动 医院大厅内满是人潮 大批患者焦急等待看诊 但等来的却是这项坏消息 随着南韩医师罢工将局持续 首尔五大医院宣布 每周增加一天修整日 光是首尔大学医院就传出 取消了三千多个本诊和手术 医师随时有可能不到班 患者不安弥漫 生怕无法得到及时治疗 南总理对此表示 对修整医师感到遗憾 持续汉化 要医师守护在患者身边 同时也放软态度 再度敦促双边对谈 南韩当局二月祭出医疗改革 希望透过每年扩张两千名医学生 解决医疗人力不足问题 却引发医师集体辞职 罢工潮 政府官员不停呼吁 大家坐下来谈一谈 医师代表意愿却不高 反对医师大多认为 曾招医学生无法改善 目前医疗人手不足现状 追根究底 其实是国民健保措施不当 医疗诉讼风险高 低薪 工时长 才导致儿科 心脏科等专科领域 一时短缺 但医界诉求并未让当局喊停 仍继续推动扩张 根据南韩全国32所医学大学中 31所学校1号前提交的 明年招生人数 预计下一年度医学院扩张规模 来到大约1500人 南韩教育部透露 有可能要喊他 法院突然要求 首尔当局10号之前提供医学院扩张计划 能够改善医疗系统现况的科学数据 同时还呼吁政府5月中旬 法院做出决议之前保留扩张批准 司法机构已发化 专家预估 南韩政府可能因此有所顾虑 再加上本就没有让步 议院的大韩医师协会 迎来强硬派新会长 都让扩张计划拍板定案之路 出现变数 新任会长林贤泽一号刚上任 他先是承诺会解决因一届抗争 造成的医疗空白问题 但作为业界公认强硬派代表 他先前也强调将以前线士兵赴死决心 坚决阻止政府的错误决策 这似乎暗示着将带领一届 展开力度更强的抗争行动 这场白色风暴 短时间内恐怕不会落幕 一届和政府谁也不让谁 双方争执代价 却由无辜患者来承担 TVBS新闻 最后报道